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 我是佳寇蒋伟文 今天是6月11号 今天是礼拜六 It's a Satur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上个礼拜大家不知道 有在follow我的脸书的话 或者看到一些电子的新闻的话 可能就发现 我为了吃一只猪血糕 把我的iPad Pro 我的平板电脑给弄丢了 其实我上面写的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工作以后 在迪化间的附近闲话 吃了一根猪血糕这样子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那阵子 前一阵子如果有在看我脸书 你就会发现 我好像停了一阵子 都没有在画我的文章 创的人物 就是Jackson Diddy的插画 那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 联敏文化基金会的邀请 希望可以为他们创作一系列 有关餐桌上的幸福的主题 的一个插画 他们想要做一个 线上的插画个展这样子 我是这一次的策展人 当然很开心 第一次可以以一个插画家的身份 去接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就很认真 很专心在帮他们创作 然后也答应他们说 这个创作是for他们 所以就一直没有时间在每天在画其他的东西 但这些创作也都是以Jackson And Diddy为主角 所以很期待在六月底 最晚七月初的时候 这个线上的个展就会让大家看得到了 那餐桌上的幸福 其实我那时候想了很久 我说餐桌上的幸福 我第一个想到竟然是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全家出国 就是移民到美国那时候 全家一起去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想念 就是说台湾在家里 就是吃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在美国当然也有白米饭可以吃 可是在台湾吃的那种感受不太一样 会浇卤肉饭 然后会搭配很多各式各样妈妈的家常的味道 因为我们刚搬去美国的时候 其实我父母是没有过去的 就是我的外公跟我一起过去照顾我 那我外公大概就只会两道菜 这样子就是瓜仔肉 然后还有就是maybe炒个青菜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吃比较稀释的餐点了 久了以后就会非常想念的一碗 就是说这种在台湾吃到那种白米饭的感受 所以我就以这个白米饭热腾的白米香为一个想法 我觉得他就是餐桌上的幸福 然后跟Jackson弟弟的这种插画怎么做连结呢 因为我答应他们要画20幅给他们 总不能每一幅都看到Jackson弟弟在闻白米香吧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因为我觉得图画它就是一种符号 你看到这些线条 看到这些图案 你就可能会有一些想象力 怎么样把它连接到餐桌上的幸福 我当时就想说有什么感受是可以勾起大家共鸣跟互动的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那时候去美国住的时候 那是80年代 80年代那些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电影 或是一些故事 或者大家看了会有互动感的一些东西 把它跟餐桌上的幸福 跟Jackson弟弟做个结合 这样讲好像有点听不太懂 可是最主要就是说打比方好了 比如说80年代很红的一部电影叫做Back to the Future 就是回到未来 我相信就算你没看过这个电影 你大概也听过 如果你年轻一点 或许你看过第三集也不一定 它总共有三集 回到未来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部电影 也是一个经典之作 主要是叙述第一集 他男主角因为跟他的好朋友风空博士 一起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然后遇到了自己的爸妈 然后在过去里面 自己的爸妈跟自己是同年龄的 而且反而喜欢上自己这样子 所以他就想要 如果说他爸妈喜欢上自己 没有喜欢上他爸爸的话 他就会消失 他等于更改了过去的一些事实 所以现在他就会消失 所以他必须要去弥补过失 然后赶快回到未来去 所以我的想象里面就是 如果说男主角他们画 如果说Jackson弟弟变成电影里面的人物 他们回到未来的话 他们最想做什么事 马上就想到说他们最想回去陪爸妈吃一顿饭 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过去 爸妈跟他们一样年轻 假如说我的小孩 他们以后有了时光机 回到比如说我跟我老婆可能是20岁的 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不会做菜 我也不会料理 所以他没有办法吃到爸爸的味道 或者妈妈的手艺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能会很想念回到未来 然后再碰到他们印象中的爸爸妈妈 就是常常会在厨房里面烹调出很香的一些料理 给他们吃的爸爸妈妈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就用一个插画的方式把它呈现了 这是其中的一副 那希望在6月底在7月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个展 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经典的一些电影 故事跟Jackson弟弟还有这个餐桌上的幸福 做一些互动 那讲到这个迪化街的那一只猪血糕 我说真的 我因为我去迪化街做了这个联米文化的一个访问 就是有关这些插画的一些创作的理念 访问完了以后 其实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久没有去迪化街了 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热闹 那所以说想说 总是吃一个小吃在走 可是我又不能进店里去吃 所以我愿意比较担心 所以就买了一个小吃 就是我最爱的猪血糕 就在那边享受 吃猪血糕的时候 因为那天就想说 身上带的这个iPad Pro还蛮大的 就随手在迪化街的路边 就放了一下 放在凳子上面 我记得我边吃的时候 边想说待会要记得拿这个iPad 有这个想法是没错 待会就忘记了 等到回家以后 三天以后 因为我终于完成 连米文化基金会的这些创作了 所以我就放我自己三天假 都不去看iPad 也不去想画任何东西 三天以后我想要打开来 想要画点东西 我就发现找不到我的iPad了 我才发现 我最后一个印象 就是三天前在迪化街 拿了一只猪血糕 把iPad放在路边的画面 我整个人就惊呆了 你想想看你把 而且我是那种 所有的创作都存在这个装置上面 存在这个iPad上面 完全没有存在云端的这个 因为我太懒了 没有这个习惯了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想玩了 为了一根猪血糕 我所有的创作 所有这三年来 心血都要没有了 还好后来找到了 真是一个好结局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脸书看全文 待会呢 这个讲工来说菜 也许我们来说一道猪血糕料理好了 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这一首 萧黄奇的慢冷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讲工厨房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103 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工来说菜 刚刚在讲工周记的时候 当然为了吃一根猪血糕 把自己的iPad给弄掉 好像找回来了 我就可以好好享受猪血糕了 讲到猪血糕的话 其实猪血糕做的食材 也会很好吃 当成食材来做料理的话 比如说三杯米血大肠 米血就是猪血糕 那么这个很属于台菜 而且是一个三杯鸡的变化版 那么这一道料理 是收录在台菜小王子 黄景龙的经典台菜九五味 Taiwanese dishes 三杯米血大肠 要了解这杯料理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台菜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三杯鸡好了 这边它是写塔香三杯鸡 因为做法跟米血大肠 其实差不多 我们先了解这个三杯鸡怎么做 你再把鸡肉换成米血跟大肠 就两个料理就可以都一起学会了 好 这个三杯鸡应该家家都会做 我们来听听看黄景龙师傅 是怎么做的 他是在锅子里面先加了一些黑麻油 然后用小火加热 在加热同时就放进老姜片 这个老姜片 它是带皮去切的 切成薄片这样子 蒜仁也放进去 然后把它煎炒至老姜 有点这个变得干干扁扁的样子 就是有点卷曲的样子 然后结束以后 再把这个鸡腿肉 它这边这个去骨的鸡腿肉 它是把它切成四口大小 就是一块一块的 带着皮一起放进这个油里面 里面已经有姜片的香气 还有这个大蒜在里面 一颗一颗的 然后这个麻油也正在热的同时 这个食材放进去以后 这个当然这锅子的温度 就会比较下降一点点 慢慢的这样子把它煎 煎到这个鸡的皮 都已经上色了 略带金黄色 然后鸡肉也要熟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调味料 再放下去 那锅子正在热的时候 调味料一放进去 有酱油一大匙 酱油糕一大匙 听到酱油糕 就非常台菜的感觉 然后再来白砂糖一大匙 所以这个黄景龙师傅 这个三杯径 你看出来它的勾芡就用酱油糕 然后它这一这个三杯鸡的 这个味道的重点 其实这个甜味一定要带出来 所以砂糖啊酱油糕 都是比较偏甜一点点的 那咸味就是来自这个酱油的酱香味 还有这个咸度 好了 那个这个酱油糕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白砂糖一大匙放进去以后呢 就要再转中大火 然后把它炒匀 然后有点类似收汁 让这个酱汁起泡泡 然后呢收在这个整个沾黏在你的鸡肉上面 然后最后就倒入这个辣椒 九层塔叶 然后再把它拌匀 再炒一炒 大概十几秒之内呢 就可以起锅 起锅前呢 再淋一大匙的米酒 然后有酒香气 很简单的这个塔香三杯鸡就完成了 那这个三杯鸡呢 其实在餐厅里做大部分都是过油了 就是把鸡肉呢 放到这个油锅里面过个油啊 用高温瞬间让鸡肉可以迅速的缩起来 然后这个肉质变非常Q弹 那甜味也把它锁住 那这边是我们家庭的做法 但听起来也是非常香又很好吃哦 而且这是台菜的这个酱汁里面的酱油 酱油膏跟白砂糖 就是我们台菜的这个精髓所在了 好了怎么做三杯鸡三杯米血大肠呢 那这个大肠呢 是去比如说卖肠买到这种卤大肠 你就先把它切成五公分段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要做三杯料理嘛 那味道会比较偏甜的 也是咸甜咸甜的 如果你的卤大肠本身卤的 是那种当零嘴的 那样子可能就味道太重了 那个卤大肠 你可能先用滚水把它煮一煮 把那个味道把它煮淡一点 如果你是去大卖厂买那种卤大肠 这个比较淡一点淡色的卤大肠 那个就刚刚好 一样的我们就是锅子里面 放一点黑麻油 用小火把这个姜片 先把它煎到有点卷曲 然后把大蒜一颗一颗丢进来 然后再泡在这个热热的黑麻油 跟姜的香气 一起把这个蒜味道一起融合在里面 这时候就把这个 在煎的同时 你米血糕可以先切好 然后稍微用水烫一下 或者是把它蒸软 这样去烹调 它口感会更好 如果说你都没有做这个 也可以直接放进去这样煎 可是这样会比较偏硬 而且味道比较不容易吃进去 如果说你把这个米血糕 先蒸软了以后 或者先把它烫过 它就比较容易吃味道 而且比较软嫩一点 所以说这个事先处理好的 这个米血糕 就把它放入这个锅子里面 都是这个很香的姜 蒜头 黑麻油味道 米血糕一放进去 卤大肠切五公分段的 你可以丢进来 然后这边放一点洋葱 中和它一点 这个甜味和香气 在这里面 开大火就把它快速的 这个炒上色 然后再因为米血糕一下 就它其实只要热了 就可以吃了 热熟就可以吃了 那你卤大肠也都是卤好的 再加上你的调味料 也是很简单 容易记得 酱油一大匙 酱油糕一大匙 白砂糖一大匙 这个是台菜三杯的 你只要想到这三样 你就不会错了 上进来以后 再把它煮到这个酱汁 起大泡泡 然后收汁 这个时候 一定要注意说 起大泡泡收汁 不代表你要把它炒到焦 如果炒到焦的话 这个酱汁会起点苦味 所以这边要特别小心一点 这个汁收了以后 你会看到这汁的 巴附在所有的食材 大肠还有米血上面 同时你就可以丢九层塔 丢辣椒 然后拌炒 起锅一样 淋一点米酒 这道菜就完成了 另外如果说 比较喜欢吃辣味重一点的人 你可以在爆香 姜跟大蒜的时候 把辣椒 切斜片辣椒 先丢进来 一起先爆香 这样辣椒里面的 辛辣的香气 就会一起 融入到油里面去 因为这个油 后来都会果附在 你所有的食材上面 你吃的时候 那个辣的味道 就更明显一点了 一次学会做三 两道料理 塔香三杯鸡 三杯米血 大肠 谢谢我们的黄景龙师傅 台菜小王子的 经典台菜 九五味 休息一下 他会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1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 在现场要跟大家聊聊 有关一些隐形的事情 上一次我看到 在网络上有一片 他说人生有很多隐形 一辈子你都看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爱与和平 或者是什么空气 或者什么 他还特别提到 你的肠胃 他肠胃跟心脏跟内脏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隐形的 因为你这辈子都看不到 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 我说亲眼看到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到一次而已 而且是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隐形的事情 今天要让我们戴上眼镜 或者听上这个 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让我们知道 这隐形的东西 影响我们生活有多少 是我们的吴应荣博士 他这一本 《肠道菌对了身心就健康营养学专家的护肠饮食全指南》 这本书可厉害了 待会儿来跟这个应荣博士好好聊一聊 应荣博士你在线上吗 哈喽我在线上 大家好 杰孔 是的 这个研究隐形的东西 是不是特别困难 还真的 其实我也看不到 对啊 你完全看不到 就算你是这么透彻了解肠味道的人 而且你又是营养学博士 你知道怎么照顾他 怎么激怒他 怎么让他在不舒服的时候 让他开心点 可是事实上 你还真看不到他 你也不太摸得到他 对 我只能靠一些表象的东西 比如说肠味道 我们可以 就是从我们的 现在要吃午饭 你可以讲吗 便便来观察 对 对 等于是他的 对 对一些便便 或者是说其实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其实也可以去呼应到现在的肠道菌好不好 只是以前大家都不觉得说 跟那个跟隐形的肠道菌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是这十年来 这个肠味道 益生菌 肠道菌 然后这个特别的这个引起大家讨论 甚至于很多的书啊 或者是益生菌特别的红啊 这几年这样子 以前好像就是大部分 像我小时候 或者是长大了以后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喝一杯养乐多 这样子 就是我们对肠 就对我们对益生菌的认识 可是也不太了解说益生菌跟肠味道 肠味道还有一个环境 然后肠味道怎么样 可这几年这种的讨论 非常的热络 这个热络程度 就有点好像最近强力逮捕的官司一样 大家都这个非常的注重这样子 那这个肠味道 它到底是 为什么突然之间 我们对它这么重视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听众 他们对于这个肠道菌 反而比较陌生 然后常常听到的是益生菌 然后都忽略到 其实我们肠道从出生来 下来里面就住了一群的菌 然后其实这一群菌它有分好人坏人 还有中间的投机分子 那其实大家忽略到 大家都以为说 我一定要去喝个养乐多 或者是我要去吃 买那个市面上什么益生菌来吃 其实像我们本来就有了 那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强调说 你怎么样善用食物 然后把我们肠道菌的那个好菌 也就是好人 它的族群要养大养好 那当它好的时候 那个坏菌就会被抑制下来 而且我们中间有一群那个墙头草 就是中间菌 当你吃得好 然后把它养得好的时候 它会投降 它会偏向那个好菌 对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观念 其实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模糊的 这边先澄清一下 对应荣博士这样解释 基本上就把我当做我的小孩一样 去跟他这样聊有关糖道菌 这样听了就很有感觉 对我要养一些好人 我要打倒这些坏人 不过什么是投机分子 这个是我好像第一次听到 因为这个肠道 我刚刚讲过肠道菌的这个讨论 这几年非常的热络 常常听到电视上讨论 媒体上有人在说 很多书籍也都在讨论 或者有关益生菌的这样子 但是这个好的人跟坏的人 好的菌跟坏的菌 大家也都听多了 但是什么是投机分子呢 我们人也一样 我们人就有时候就中立 那你听听这个好像讲的比较有道理 我就偏西龟挖大饼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说它本来不是那么明显 它是归于这个所谓的好菌或坏菌 可是你看你给它什么食物 比如说我们给它吃比较多的纤维 然后这个因为肠道的好菌 基本上是喜欢吃膳食纤维的 然后所以这个投机分子的话 它纤维吃多了它就会往好菌走 那如果说你常常给它是油炸的或甜的 这个中间分子这个投机分子 它就会往坏菌的 它就会变坏 很容易被影响 这样子OK 那我这样越来越听得懂了 那在这边我想说很多的广播听众 可能我想第一个实际上让大家先了解 到底这个肠道菌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跟很多人每天的饮食 每天的生活 它的身体的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先请吴燕博士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去观察一下 从我刚刚有讲你 你那个可以从你的便便去观察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 当你如果说你的肠道菌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发现其实你的便便 它不是那种会拉锡或者是会便秘 如果甚至你的肠道菌是非常好 你纤维吃了非常多 当你回头一望 你会发现你的便便是浮上来的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是有点有点吓到吗 大家应该不会回头去看 它会浮上来 就是有点像这个 就是七天以后去找到一个 敷起来一个尸体的意思吗 不是 不是 是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刚刚我讲到一个重点 是说 好菌它喜欢吃纤维 对 好 那如果说当你纤维多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拿纤维 进去看我的肠道里面 好人或坏人比较多 没错 可是你可以从你的便便 如果说你便便 它是比较轻 当你排便以后 你回头一望你的那个便盆里面的 你的那个便便 它其实是它如果是纤维很多 它其实它会浮上来 这样子的话 其实一个很很好的指标来判断说 其实你的饮食到底好不好 你的菌相到底好不好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最容易去叛便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我们饮食真的不好 我们的肠道菌也都偏颇于坏人比较多 这样子在我们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疾病的反应 或是说有会造成我们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吗 其实会 我跟你讲 那个我这本书的第二 其实第一章姐就在讲一下 我刚刚那个什么好菌坏菌 好人坏人 没错 讲一下第二章我就会去讲到说 其实从小朋友第一口的菌开始就会影响到了 那其实关于男生女生或是从小到老 都跟我们的菌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小朋友一生出来 比如说异味性皮肤炎 OK 那其实很多也是跟他的菌相不好有关系 那小朋友的过敏也会 然后还有小朋友的那个口腔的菌啊 大家以前就会想说是不是蛀牙什么有关系 事实上口腔菌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耶 嗯 就是说对可能会攻击我们的全身 甚至就是说跟哦 有人发现说口腔菌比较不好 可能也会跟我的脑部会不会有失智有关系 对最近有听到这样的考论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小朋友我们我们先先focus在小朋友好了 那小朋友你你你到底上课专不专心 然后有可能是你肠道的坏菌在做一些打蛋的工作 让你没办法专心 是 对还有然后他长大了青春期了 可能开始脸上长很多痘 那也可能是身体的发炎反应也是肠道的坏菌比较多造成的 嗯 所以其实我第二章讲了很多 还有包括女孩子啊 女孩子比如说金钱症候群 从他开始呃进入青春期 有好朋友来金钱症候群 到他开始呃要结束了 他来了然后后来离开你了 或者说呃就是比如说呃面对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呃不舒服的症状 也跟肠道坏菌有关系这样子 嗯OK 我觉得刚刚那个应伦博士讲到一个小 有关小朋友就是异味性皮肤炎呢 或过敏呢 这我这很有感受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环境中的尘埋或灰尘 或是也许家里有羊巢宠物啊 这样去影响到小朋友的异味性皮肤炎 事实上我后来也发现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肠胃菌 就是他所吃的饮食啊 呃他饮食的种类或者是他的高糖分 还有这个油量啊怎么样 都会影响到小朋友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皮肤发炎这个反应哦 呃待会呢我们回来 因为刚刚应伦博士你从第一章跟第二章讲 因为第二章就是让大家更 第一章让大家认识肠胃菌了 那第二章让大家更能了解说 呃好的肠胃菌的一些生活方式 影响呃每一个人这样子 对 那我们待会呢广告回来 我们就来聊聊第三章 就是说应伦博士给大家一些饮食的建议 还有我最喜欢的食谱类 好的 待会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这几年我们对肠胃道肠胃菌 好菌坏菌 益生菌 这些菌类的都热烈的讨论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在连线的是 吴应荣博士聊到他这本书 肠道菌对了 身心就健康 营养学专家的护肠饮食全指南 那应伦博士你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是是是 我先我先聊一下这本书 厚厚的就是 因为我其实因为有小朋友 我看这里面聊到异味性皮肤 我就非常认真的去拜读这本书 然后我发现这本书 真的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因为我发现前面了 每一章节的前面了都会 非常的浅显易懂 就像你刚刚解释这个肠胃菌里面的好人坏人跟投机分子 这样的解释方法 让大家很容易的了解一些比较艰深的科学的概念 或是一些健康的概念 但是30%读完以后 后面70%甚至50%呢 就开始进入非常艰深的科学的矩阵 跟一些肠胃的学名 还有一些菌种的学名 跟图样 感觉哇 感觉好像把我当做 好像念教科书 教科书上来了这样 真的很认真的感觉 而且不是说只有一章是这样 每一章前沿完以后 解释完以后 开始就进入矩阵的范围 感觉真的很认真的 你们这个团队花多少时间在编写这本书 我们花了将近快三年 从讨论然后收集文献 然后开始阅读 然后开始 反正我是带我两个学生一起写 两个学生写后面的反而比大家得心应手 他们比较不习惯把科学的东西口语化 他们最痛苦写的是在前面情境分享部分 因为我就逼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把艰深的科学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 就是觉得跟他很靠近 所以我要逼他们写这个 一定要写情境分享 所以刚刚Jaco你讲了说 前面很容易阅读 那就是对就是说让他们 就是我们要写出来说 其实读者看到说原来其实这跟我那么靠近 然后用一些比较黏化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可是在这个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支撑 就是我们的很多吻献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一些比如说医生或是一些医学人员或是一些科学方面的人他们也有一些reference可以参考 所以这本书的编排就是像你讲大概有一半你觉得还蛮好看的还蛮好懂的 然后后面就哇这个如果不是学这方面会觉得说真的是很艰深可是不会啊每一张都是这种排版那第三张就大家都看得懂了就是都是 第三张的饮食建议呢我觉得真的也是很顾全所有的人因为我很少看到一整张啊不是说好像只有几篇啊比如说是过敏的抗过敏的饮食建议啊一直到保护牙齿健康的饮食建议啊改改善贫血的饮食建议啊 整个list啊非常非常的长就感觉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款饮食建议的感觉 对对没错没错从小到老然后从男人到女人都有对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肠胃菌它真的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几乎每一块的一些一些表现 其实我我可以大概用再用年人化的方式来讲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疾病 都是慢性发炎反应造成的那慢性发炎反应我们可以用那种火把来做一个所谓的的描述好了 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好我们现在以大家最最关心的COVID-19 好像就是我们病毒到身体里面来以后它好像在我们身体放了一些火把然后当你是火把烧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它是可能是无症状或是轻疹 那如果说那如果说烧的很晚的话可能就是中重症其实还有其他的疾病也都跟慢性发炎反应有关系 好那我们肠道如果说吃了很好的一个我们我们现在是会可以从肠道吸收所谓的灭火器 那灭火器是怎么制造来的就是吃好的东西然后会制造出灭火器是从肠道制造出来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藏的好菌吃了好的食物比如说很多膳食纤维植物性的东西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炼脂肪酸这个比较学术 这个是我们身体非常好的灭火器让我们身体吸收以后它会到的全身它全身去灭火 所以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跟全身有关系 最主要是我们肠道菌会制造一些灭火器来在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把它消灭 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如果说一个中心思想可以这样来一个解释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因为很多的我们身体的不良的反应大部分都是某种程度的发炎的一种反应 比如说对你的皮肤过敏就是你的皮肤在发炎 所以说你哪里不舒服可能在那个器官或是在某个部分正在发炎这样子 甚至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饮食状况变成慢性发炎 就是对不对像像皮肤像异味性皮肤也就是某种程度像这样的情况 时好时坏嘛一直都有在快发炎的感觉这样子 对没错 所以说肠胃菌呢如果你培养出一批好的肠胃菌 它就会不时的把你去消火去扑灭这些发炎的反应 没错就是这种概念 可是为什么还有请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刚刚没有提 其实我们人体有七成的免疫细胞 它是集中在我们肠道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肠道固好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好 七成是集中在我们肠道我们的免疫细胞 了解 那现在其实因为有时候我常觉得说 现在的人真的很幸福 我们要吃什么都有什么 对有时候这个你想要吃什么 到处都可以买到食材 或者是自己烹调也好 外面餐厅也有 像大家都比较富裕 所以能吃到的东西都比较多 而且这个健康营养 就觉得大家都吃的这么营养 为什么现代人的病这么多 可是现在可能就是说 现在我们能选择多 然后大家吃习惯的某些 以前可能一年才吃一两次的食物 现在可能变成一个零食在吃 所以造成了身体上很大的负担 或许在这种程度上 在看这本书也可以学习到某些饮食 或者食品上的安全吗 可以啊 没错 刚刚Jacko讲的很好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是大鱼大肉 可能是逢年过节 那再吃可是现在变成我们几乎每餐都在吃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回到 就是说我们的餐盘 我们应该就是怎样健康配置 让我们的肠道菌养好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比较会去偏向一些植物性的食材 比较多一点 不是说一定要叫大家吃素 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要去注意到 我的饮食整个纤维 膳食纤维到底够不够 那因为膳食纤维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动物性的食材 是来自于植物性的 对不对 所以刚好我们肠道菌又偏偏只喜欢吃植物性的纤维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如果吃了太多的是动物性的东西 还有没有好的东西 没有那个所谓膳食纤维养我的好菌 就变成我肠道的整个菌相 整个肠道的健康状况是比较没那么好的 所以建议大概四分之三的一个摊盘 你检视一下是不是来自于植物性的 把四分之一再留给动物性的这样子 了解 会好一点 后面这些这个建议的食谱里面 其实也不是说每一样都是好像教你怎么做菜 可是在这个交易到食谱的前沿 这个应用博士非常用心的举例出了很多 比如说抗过敏的饮食建议 他就立出了很多抗过敏的饮食的食材 大家可以挑着自己来用 或者直接食用 有的是水果 有的是优格 有的是一些这个食物或是肉类 有的是坚果类的东西 我想连坚果类也有抗过敏 这个还蛮特别 我想过敏会是现代人这个蛮注重的一个议题了 待会果然回来只剩了两分钟了 我稍微提一下这些抗过敏的食材 马上回来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妇 我们回来了 我们今天联系的是吴应荣博士 聊的是他这一本花了三年的心血 做出来肠道菌 对了身心就健康 营养学专家的护肠饮食权指南 应荣博士你好 嗨 我借口 还有各位听众好 是的 我们最后一段大概只剩两分半了 我想看一下你第三章这些饮食建议 我觉得很用心的是 因为他每一个饮食建议 他都会有一个食谱 然后有一个菜单 让大家照着去做 而且都蛮简单的 而且都有点对症下药的感觉 就是你身体有什么样的不舒服 你可以试试看这样的食谱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就看这抗过敏的饮食建议好了 后面就有一个很简单 优格综合蔬果核桃沙拉 那这里面的食材有苹果 柏拉蓝莓西洋芹 莴炬还有无糖优格 还有核桃 那我就很好奇 因为通常大部分的人过敏了 就是讲说可能要远离坚果 很多人对坚果可能过敏 那这边的核桃的话 因为是不是对坚果过敏的人 他不能吃核桃的话 他也可以照你这个食谱去看说 为什么我们要摄取核桃 那怎么去替换它 没错没错 因为的确是有人对坚果过敏 所以你看到这个话你自己就要把它替换掉了 所以我前面的话有一些 因为主要是选核桃 是因为它Omega 3 Omega 3是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一个食材的来源 然后而且还是对肠道菌会把好菌养好的一个营养素 那你但你核桃不能吃的时候 你可以吃亚麻仁子 鲑鱼青鱼都可以做一些替换 OK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应用不是很贴心的地方 他不只告诉你可以替换什么 他也告诉你说他当初选择这个核桃 他是希望你能摄取在核桃里面的 比如说富含Omega 3脂肪酸的一些这个原因 那如果说你不要核桃的话 前面有建议你说有什么样的食材是富含这个Omega 3的脂肪酸 你可以去选择金鱼鲑鱼 亚麻仁子这些东西 那每一篇的这个建议都会有 我想现代人这是饮食非常丰富 但是有时候摄取到不当的这个 比如说高油脂高糖分精致的东西的时候 让自己的肠胃道肠胃菌都变成坏人 那这样生活上就很多 不管是很简单的比如疲劳也好 或者是压力变大了 或者是可能更多的一些生活不良的反应 我觉得可以靠这本书多多学一点 然后跟我一样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学到肠胃道菌 好不好 谢谢谢谢我们的应用博士 好的 那我们下讲公司房下次再见了 拜拜